大家好我是阿宾 自己家的LED灯泡坏了 正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维修 我这个LED灯泡 刚刚用的还好好的 突然一下子就不亮了 比如我们来试一下 你们看 没有反应 不亮 其实现在的LED灯泡 大部分都是里面的灯珠有问题 灯珠坏的特别多 所以 我们最关键的是找出 哪个灯珠有问题 首先 我们把它打开 打开就这样子的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一颗一颗的灯珠了 这黄眼似的就是 其实像灯珠坏了 一般的就像这样 这中间会有黑点 想到黑点 基本上可以判断是损坏了 但是有的时候看得不太清楚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检测 所以现在我来教大家 两种方法 可以快速检测 灯珠的好坏 第一种方法 我们可以用两个遥控器 然后 再加三根线 有的灯珠是6伏的 有的灯珠是3伏的 像这种灯泡 一般都是6伏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两个遥控器 首先把它打开 然后我们把这个线卡在这个电池这个部位 这边有弹簧的部位 是负极 我们卡一根 这把电池的 这个突出的部位是正极 我们也卡一根 然后 把这个电池的正极 再卡到另外一个遥控器的负极 就像这样 再把另外一个线 卡到电池的正极 好 这样 这两个线就是6伏的电压 我们直接 把这两个线 接到灯珠的两端 就像这样 你们看 这个灯珠 就亮了 说明这个灯珠 就是好的 然后我们这样一个个的检测 刚刚这边这个发黑 我们检测下这个 你们看 这个就不亮 看到吧 这边 都是好的 所以 说明这个灯珠 有问题 已经坏了 第二种方法 就是有个手机充电器 我们可以把电插上去 然后 我们家里 只要有多余的充电线 我们可以把它剪掉 然后找出 一个红色的 一个银色的 有的里面是一个红色的 一个黑色的 我们把它找出来 其他的线 不需要 然后这边 插上去 这里就有一个5V的电压 检测方法 一样的 我们就直接 这样 来接这个灯珠 看看 哪个亮 哪个不亮 你们看 这灯珠 又亮了 好的亮 坏的就不亮 对吧 所以 只要我们检测出来 哪个灯珠不亮了 我们维修 就简单了 刚刚看的是 这个黑颜色的 灯珠 坏掉了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用一把剪刀 直接把这个灯珠 给它剪掉 去掉不要 就像这样 然后 用大火机 来把这个两个焊点 给它短接起来 等于说 我们把这个线头 给它粘接起来 给它直通 就像这样 这个功率有点小 不够热 所以 我们直接用这个电路铁把它焊接住吧 好了 只要两个线搭在一起就可以了 好 这样 我们再来试一下 看看是不是修好了 你们看 点亮了 看到吧 顺便 说明 就是这个小小小的一个灯珠 坏掉了 续火 还是非常简单的 是吧 就是这么容易 所以LED灯泡坏了 不要扔掉 我们只要按照这两个方法 找出坏的灯珠 自己就能轻松续好 可以了 可以了